Hello 大家好 我是Sunn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宝宝嗆奶 易物梗塞choking的急救 你知道我有提供线上咨询服务吗 如果你想跟我一对一的咨询 解决你目前遇到的育儿难题 我提供每堂45分钟的线上秘乳咨询 可以帮助你在线上处理 所有关于哺乳的问题 比如含乳疼痛 塞奶 乳腺炎 追奶 退奶 乳头混淆 夜奶 夜奶 戒奶等等 还有其他跟哺乳相关的育儿问题 比如说添加副食品 宝宝哭闹 作息调整 自行入睡等等 如果你有美国医疗保险PPO 或者是HSA FSA 还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退费 现在就来我的官网预约吧 加入官网付费会员 还可以得到优惠券哦 先说明gagging跟choking是不一样的 gagging是作偶 看起来好像宝宝恶心干偶 这样呃呃的感觉 是一种正常的身体反射 是宝宝的保护机制 不是choking 不需要干涉 不需要急救 choking呢 是真的有异物卡住呼吸道 液体或固体都有可能 那呼吸道被完全阻塞了 就无法顺利呼吸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进行急救 宝宝在一岁以前 他的gagging reflex 就是gagging的反射很强 过度强大 过度反定 一点点的东西就会激发这个反射 所以呢 能够非常有效的防止 宝宝被自己吐出来的奶水 choking到无法呼吸 所以宝宝被自己吐出来的奶水 呛到的几率一点都不高 反倒是宝宝在吃奶或吃东西的时候 被呛到的几率稍微比较高一些 哪些情况容易发生choking呢 早产儿或者是nicku baby 就是在新生的交互病房里的宝宝 他们choking的几率比较高 因为他们的suck swallow breathe的协调能力还不是很好 所以呢 就很容易在喝奶的时候被呛到 另外 当奶瓶流速过快或者是轻微妈妈她的奶症过快 宝宝来不及吞咽的时候也容易呛到奶 还有就是常常吐奶或者是有严重胃食道逆流的宝宝 也容易呛奶 again 呛奶大部分都是gagging 不是真的choking到无法呼吸 那我如何判断宝宝到底是gagging还是choking呢 只要宝宝他能够发得出声音 咳嗽 做的声音 哭声 虽然你听起来会觉得很恐怖 但是只要宝宝能够发出声音 并且有呼吸 这通常就表示宝宝没有真的呛到无法呼吸 也不需要急救 真正的义无梗塞的choking 因而哭不出声音也没有办法咳嗽 他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或是呼吸 因为他们的呼吸道被完全阻塞了 所以如果宝宝正在哭或是大声的咳嗽 你不用干预他 你让宝宝继续咳嗽 但是你同时自己也要准备好 如果宝宝万一情况一变差 马上要进行急救 所以如果宝宝只是简单的呛到 就是gagging 不用急救的那一种 那你就让宝宝侧躺 那等宝宝自己把呛到的奶 全部吐出来之后 你再抱起来安抚就可以了 那如果宝宝嘴巴或是鼻子里面有残留的奶水 你可以用 就是医院出生时候都会给你的一个bulb strange 就是一个圆球上面的尖尖的可以吸动 吸的有没有吸出来的 那个来帮忙清理残留在鼻子和嘴巴里面的奶水 如果宝宝是真正的choking 记得婴幼儿异物梗塞choking 急救的口诀是 看就打 check care call 看就打 check care call 看观察宝宝是不是需要急救 就立即进行急救 接着就是打电话 打电话给911 OK 另外一个口诀是 午后拍午前压 午后拍午前压 所以婴幼儿的choking的急救口诀就是 看就打午后拍午前压 看就打午后拍午前压 OK 好我们现在马上开始示范婴幼儿choking的急救六步骤 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先确认宝宝 是不是真的有异物梗塞 就是choking 所以我们要先检查宝宝 有没有哭出声音跟他能不能大声咳嗽 如果宝宝真的哭不出声音 也没有办法大声咳嗽 我们就进行第二个步骤 就是开始急救了 把宝宝固定在一个位置 用你的这个手臂 支撑住宝宝的背部 然后你的手掌 拖住宝宝的脖子 跟他的头 另外一只手臂也是一样的 但是在前面这边 支撑住宝宝的身体之后 你的大拇指跟你的手掌 拖住宝宝的下颚 就好像在拍格一样 好接着呢 这两个手臂夹紧之后 你把宝宝抱起来 OK 转动你的手臂 好吗 让宝宝的头往下 朝下 然后接着我要把宝宝固定在我的大腿上面 所以我这一只脚 这只大腿伸直往下 宝宝呢 就要趴在我的这个脚上面 所以呢 我的手臂在这边 有没有 然后宝宝这样子固定住 把它固定好 记得宝宝的头 一定要比他的胸部还要低 这样地心引力才可以帮助我们 把宝宝能个呛到东西弄出来 OK 你喜欢我的影片吗 我的影片有曾经帮助到你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yes 现在换我训案的帮助 请加入我的官网付费会员 每个月只要10美元 用实际的行动支持我继续拍片 陪我一起推广孕蝉不育的科学 接着我们要进行第三个步骤 拍打宝宝的背部五次 用我们手掌的力量 拍打宝宝肩胛骨之中在这个位置 OK 手指记得朝上 不要打到宝宝的头或颈部 像这个样子 1 2 3 4 5 接着就是第四个步骤 重新固定婴儿的位置 我们要把宝宝 从我现在的这一个边 换到另外一边 OK 所以一样 这个手掌在这边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 这这个 就是这个手 手来把它支撑住宝宝的头跟脖子 然后呢 把宝宝换一边 一样再翻回来 这只脚收回来 这只脚下去 一样 宝宝一样 透过我们的手臂 然后整个支撑在我们的脚上面 这样子 第五个步骤 进行五次胸部按压 把你的两只手指头 放在宝宝胸腔的正中央 压宝宝的在这个 他的胸腺的部分 大概是 呃 大概深度大概就是一寸半 就是大概四公分左右 在这边 然后快速的按压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这样子 接着第六个步骤 就是持续进行五次拍背 五次按压 持续进行 所以我现在连续做给你看 好 所以一样我把我的手放在这里 有没有把宝宝拖好之后 翻过来 一样这只脚收起来 这只脚下去 然后回来 一二三四五 手上来 一二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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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所以第六个步骤 持续五拍背 五按压 要做到什么时候呢 做到宝宝开始大声咳嗽 大大声的哭 或者是有呼吸的时候 就可以停止了 就表示宝宝好了 你可以给他舒缓 或者是 你的宝宝不但没有变好 他反倒失去意识昏迷了 那这个时候你要赶紧进行CPR 就是心肺复苏数 那心肺复苏数 下次我再拍影片教大家怎么做 一岁以前宝宝 choking都是用今天教的方式处理 一岁以上的宝宝 用的方式 跟我今天教的是不太一样 你不可以用错 那在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大家都会慌乱 所以你平常就要用假的娃娃 多多的练习 把今天教的急救的步骤 贴在墙壁上 或贴在你经常走动 看得到的地方 OK 然后呢 有事没事 就跟你的另外一半互相考试 问他 如果宝宝choking一直哭 你该怎么办 如果宝宝choking 但是都没有哭 你又该怎么办 加入付费会员 观看专详影片 享受会员拒留大功能 和肾上咨询优惠 Saniparent.com 好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宝宝嗆奶 义务梗塞choking的急救方式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 对你有帮助 请记得订阅按赞 并分享给更多的新手爸妈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